欢迎大家来到思维空间 今天我们会谈到道圣和夫的干法 工作顺序对了,心就不累了 2010年,日本规模最大的航空公司日航濒临破产 危机时刻,日本首相亲自邀请道圣和夫出山 尽管当时道圣和夫已经78岁高龄 但他还是点头印下,立即复任董事长 仅仅一年时间,他便立晚狂澜 使日航公司实现利润世界第一 看着不如正魁的日航 道圣和夫将70多年的工作经验出版成干法一书 在书中,道圣和夫指出 工作就如僧人扫塔 打扫的顺序对了,工作就简单了 日常工作中,每个人都会遭遇各种挑战和难题 随意处理,慌乱应对 工作就会越来越乱,使自己身心疲惫 把工作的顺序理清了,事业自然就能节节攀升 仔细想想你是否有过类似的经历 与人交流,心里有个想法 但害怕想法不完善,索性就不提出来了 回报工作时,力求面面俱到 结果半天过去了,还没说到重点 手头有份项目策划,想着一遍就做到客户满意 就在三思考,最后便一拖再拖 很多时候,你总是想着一下子把事情做到完美 可在完美的设想,不行动就只会变成妄想 道圣和夫在干法里说 有些头脑聪明的人,似乎在做事前就能判断成败 一旦心里认为这件事做不好,就会抑制他们的行动力 但实际上,很多问题只有在行动中才能获得灵感 然后一步步解决 道圣和夫在书中曾提到自己是一位完美主义者 上大学时,为了写出优秀论文 他总会在动笔前苦思冥想 结果,临近截止日期,他的论文还一个字都没动 导师见状则告诉他 当你想得十全十美在行动,答便早就结束了 没有完美的论文,优秀的论文都是改出来的 此后,道圣和夫总会尽快完成论文 然后倾注大量时间修改 在他的打磨下,他的论文总能拿到最高的分数 后来,他将这个先做后改的习惯带到工作中 大学毕业,道圣和夫进入即将破产的松丰工业研发部门 那时,别的同事看着产品要求民思苦想 在图纸上反复推演,迟迟不敢动手 唯独道圣和夫每天忙个不停 每次稍有头绪,便迅速进行实验生产 最终,在一次次的改进中 他研究出新型陶瓷材料 使得松丰工业起死回生 现实中,就有不少人跟道圣和夫的同事一般 做事反复筹划,不肯动手执行 结果一事无成 却不知很多事做好只是锦上添花的过程 做完才是从无到有的突破 你只有迈出第一步,才有见趋完美的可能 二,关于沟通,先求同,再求益 干法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六十年代,道圣和夫刚创立金瓷的时候 公司只有一位会计 当时,公司的财务收支,员工薪资发放 全由这位会计一人承担 有一次,道圣和夫审核报表时 突然发现报表数据不完善 他当即找到会计沟通 想要商讨出一个更加合理的报表模样 会计则表示,这是当前最流行的样式 已经非常合理 谁知,道圣和夫张口否决 对财务知识知之甚少的他 就开始按照自己的理解提出异议 会计听闻神色十分难看 第二天就提出离职 这让道圣和夫措手不及 矜持的财务一下子乱了套 他不断反思自己 这才发现是自己在沟通上出现了问题 最后,他多次登门道歉 请回了会计 这才顺利解决了财务麻烦 在工作中,很多人都犯过道圣和夫一样的错误 与同事沟通时,意见不一就立马张口反驳 结果一来二去,双方变争变起来 最终闹得不欢而散 不仅工作没能处理 还把两个人的关系闹僵了 在管理学中,就有一个肥皂水效应 说的是,人与人在沟通的时候 应该先表示认可,再提出不同的看法 千万不要小看这一点点认同感 他就如肥皂水般 给沟通双方加上了润滑剂 三,关于利益 先利他,再利己 道德经理有句话说 将欲取之,必顾欲之 在工作中,多一点利他吃心 会给自己带来机遇 道圣科夫在干法中 讲过今次进入世界五百强的经历 1979年,日本有两家大型通信企业 资金链锻炼,破产在即 两家企业负责人 记得到处找人寻求合作 他们费尽口舌 仍旧无人伸出援手 危急关头 他们找到了道圣科夫的金茨公司 但金茨是一家投资生产企业 与通信企业毫无关系 金茨石头高管眼见无力可得 纷纷表示应该拒绝合作 但道圣科夫不顾众人反对 最终拍板决定合作 为对方提供了大量资金 在他的帮助下 这两家企业不仅化解了危机 还一跃成为行业巨头 几年后,计算机时代到了 整个陶瓷行业对高精度的通信设备 手足无措 这时,先前两家受帮助的通信企业 主动找到金茨合作 并提供顶尖技术 金茨一下子生产出张商电脑等 尖端技术产品 拉开与同行企业的差距 最终挺进世界五百强 正如道圣科夫所说 人生中的成功也好 失败也好 所有一切归根结底 要看我们能不能把自己的 利他之心发挥出来 追逐利益是人的本性 但聪明人却会克服人性 让利为先 正所谓利人者 仁义从而利之 懂得以舍为得的道理 先把好处给别人就是长久的利益给自己 工作中 少一些斤斤计较 多让利于人 所有的利他 最终都会以利己的形式返还 四 关于情绪 先处理事情 再处理情绪 很认可 道圣和服的一句话 即使你抱怨再多 受到委屈再多 当下最要紧的一件事 就是先把工作做好 生活中 有些人工作不顺 便会肆意宣泄自己的情绪 可越是这样 事情越难处理 最终形成恶性循环 而真正优秀的人 不管自己心情多糟糕 都会先把事情处理好 道圣和服在书中 就曾写过 他被上司批评的经历 当时 他刚入职松丰工业 对生产设备很是陌生 有一次 设备出现了异想 因为先前培训中 并未提及此事 他也没在意仍旧照常工作 恰巧上司路过 发现异样后 慌忙停止机械 随后大声质问 道圣和服 你耳朵聋了吗 这么大的异响你听不见 机械坏了 谁负责 紧接着 上司认定 道圣和服操作不当 让他写检查 当众反省 道圣和服被劈头盖脸 一顿训斥 心里委屈得不行 换作常人 早已撂下挑子 跟上司辩解起来 可他一言不发 认真观察上司 对设备的维护步骤 并对照机械操作手册 一一备注 事后 有同事敬佩他 你性格真好 道圣和服 只是笑笑道 不是我性格好 而是发脾气 没用 得益于稳定的 情绪管理能力 道圣和服 总能第一时间 把事做好 最终成为 世界著名企业家 很认同干法中的一个说法 驾驶汽车时 你得先踩离合 再挂档 最后踩门油 车子才能开动起来 操作的顺序不对 即便你累得满头大汉 也全无用处 其实工作也是如此 做事 有做事的章法 沟通 有沟通的技巧 先照顾到别人的利益 对方才会为你提供便利 将情绪之后 先把事做好 才能拥有立足职场的资本 工作不顺的时候 就去翻一翻这本干法 体悟道圣和服的工作智慧 当你理清了工作顺序 就能在复杂的职场中 游刃游鱼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影片 你都可以点赞 订阅 分享 以及留言 我们在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